今天这一个聚会我要分享的是有关于我们这一个人的存在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要分享的题目是我的存在岂是偶然 我的存在岂是偶然 其实拿出讲义到底人的存在是偶然的吗 假如人的存在是偶然的 那么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一个很清楚的目标 因为既然是偶然嘛 既然我们的存在都是偶然的 那么我们就让他偶然的任意的 我们应该让他尽情的发展下去 因为既然是偶然的 既然他这么有一个目的的 但假如我们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 我们需不需要了解我们存在的意义呢 我们需不需要了解我们存在的目的呢 我们应当怎么样规划 我们怎么样使用我们的人生 你要知道 所有积极的活下去的人 他都有个假设 这个假设不一定浮现在他的思想层次 可能在他的潜意识里面 可能在他的无意识里面 他是必须相信人的存在是有意义的 我的存在不是偶然的 如果一个人已经清楚知道自己存在是偶然的 他绝对不会好好活的 他为什么好好活着 活的问题是怎么呢 饱死完死而已嘛 所以潜意识当中我们都会相信 我们的存在都是偶然的 可是我们需要更清楚的了解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到底圣经上是怎么说的呢 所以今天我们要看 使徒行传第七章17到36节 使徒行传第七章17到36节 如果你有讲义 讲义的背后就有 就有经文 关于我们的存在到底是不是偶然 我们要来看一个历史的记载 使徒行传第七章17节到36节 所讲的是摩西的一生 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可以看到 上帝对摩西的一生有很美的计划 很美的计划 那有人就说了 他就说摩西是很伟大的人物啊 所以神当然特别拣选他 对他有特别的安排啊 所以神对他有特别的计划 不会的 不会只是这个样子的 会不会神只是对他而没有对我呢 不会的 事实上我们知道不是这个样子的 神如何对摩西 他也如何对我们 神如何看摩西为宝贝 请注意听哦 神对我们也一样看为宝贝 那我说今天之所以要查看摩西的一生 原因是因为圣经上对摩西的记载非常的完整 我们可以从完整的记载来看到上帝行事的法则 上帝行事的法则 上帝到底怎么样栽培一个人 上帝到底怎么样使用一个人 我刚才说过 我们可能会怀疑说 他是有名的人 他是有特别恩赐的人 他是神特别拣选的人 所以神都让有一生没有计划 他说我这样呢 神有吗 答案是有 答案是有 我们今天只选摩西 其实有很多人都可以证明这件事情的 但是我们今天只选摩西 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摩西的生平记载的最清楚 所以你可以看到神怎么样 做这个动作 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宝贵的器皿 神就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计划 都有安排 也都适时的用环境和其他的人物造就我们 用环境和其他人物造就我们 那我相信我们不难明白这件事情的 那如果你有几个孩子 而你有能力来安排你孩子 那训练他们装备他们 我相信我们在做父母的 一定为我们不同的孩子 按着他的状况 我们来帮助他 让他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对不对 那如果你是这样子的父母 你就会知道 连我们的儿女 我们都会想说 他的个性是这样 所以我们这样帮他 他的个性是那样 我们那样帮他 你想上帝 怎么会不这样做呢 如果我们的儿女之间 他们有什么差别 我们对他们有什么差别 或者他们最后的结果有什么差别 那个差别是因为 当我们按着他们的个人不同的个性 表现在造就他们的时候 他能回应的状况 他们如果好好的回应 我们在做父母的这样的安排 这样的造就会给他很大的帮助 如果他不好好的回应 因为我们在很多的时候 比我们的儿女更了解他们自己 你同意不同意 特别在他们小的时候 我们比他们还要去他们自己 上帮我们也是这样 对我们也是这样 甚至当有一些儿女 不肯接受父母的安排的时候 他会遇到很大的难处 上一上一礼拜 我跟林郑运弟兄跟陈永坤弟兄 送他带我们到菲律宾去谈一件事情 我们教会的一些事情 我们去谈 他们当中有送到一个弟兄 那个弟兄他有家长很大 他的家业很大 他有三个孩子 他有三个儿子 我就因为我跟他家有点认识 我刚才跟他家住过 我就跟他说 你老大你怎么安排 你老二怎么安排 你老三怎么安排 他就讲到老二现在在哪里哪里工作 老三在哪里哪里工作 后来我就跟他说 我说你家这么大 业这么大 为什么不让你的儿女 回来你自己的公司上班呢 我就问那个弟兄 他说他们讲闽南话的 他就跟我讲 他说我告诉你 他说自己的儿子 最好不要先安排在自己的公司上班 他说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 他觉得这是他家的公司 他从来不知道赚钱是很辛苦的 他说我一定让他到外面去赚 他赚得到钱 那是他的本事 他是个生意人 家大业大 很大的公司 他就让他到外面去做 到外面去做 谁你你爸爸是谁 你注注看 你赚得到钱 你知道赚钱 是什么不容易 你回来你就好好做事 第一 第二 如果在我这边工作的话 我问你老板的儿子谁敢得罪 他说 所以我已经放他到外面去 他外面吃尽了苦头 我慢慢教他 等他都外面 越好了 他在回来的时候 我也给他从一个阶段开始做起 不是一下子老板 你看这个爸爸 这个爸爸有没有计划 有计划的 地上的爸爸都这样计划 你我说我们是神的儿女 你说神从来没有给我们计划 不太可能的 不太可能的 所以我们从这段的圣经来看 到底神怎么样计划我们 我们应当怎么样回应 从圣经来看 人的一生绝对不是偶然的 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 其实有两个因素造成 第一个是神的计划 第二个是人的回应 人的回应 我们要从神的计划先讲起 然后我们要第二次再看 人怎么样回应 神对我们的计划 请我们看讲义第一 神有计划 神有计划 先我们一起来读 使徒行传第七章 十七到十九节 然后跟三书三十六节 我要先请弟兄读十七到十九 然后姐妹读三书三十六 弟兄十七节到十九节 请 日期将到 以色列民在埃及兴盛众多 直到有不晓得约瑟的新王兴起 他用诡计带我们的宗族 捕害我们的祖宗 叫他们丢弃婴孩 使婴孩不能存活 好 三十五节 读这段的诗徒行传的记载 我们发现一件事 我们发现什么事呢 就是神对摩西是有气有霸的 神造摩西是有目的的 神拣选摩西 神使用摩西 神对他的计划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读了刚才的圣经 我们就发现神对摩西计划他 神对摩西造就他 神创造摩西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 神借着摩西要完成他的工作 神借着摩西要完成他的工作 是用他第一个空格 神借着人完成神的工作 请你写下来 神借着人完成神的工作 如果你有笔你要把它写下来 你让我们教会这么久 你还没有带笔来 你千万不要以为 你都猜得到我的答案 等一下答案你从头猜不到 第一个 神借着人完成他的工作 我们都知道神专业摩西 神训练摩西 神摩擬摩西 整个的目的请问 是要摩西带领以色列的什么 就埃及我们都知道这个事情 神对摩西整个的计划 非常的完整 我告诉你 摩西出生的时间地点 神都算好的 神让他出生在这个地点 出生在这个时间 神有计划 那个是一个埃及人 讨厌犹太人的年代 神让他出生的时候 遇到一个爱神 又爱以色列族人的收生活 那当时的规定是 男孩就弄死 收生活的规定 如果你要做收生活 你要让政府答应这件事情 不然你就是无造职业 男孩子就弄死 女孩子就让他活下来 因为他竟然把男孩子弄死 这一件事情 让这一个以色列族没落掉 可是这个收生活 他爱神又爱族人 他就想说 如果这样子弯到我的族 我的这个民族 不是全部都完蛋了吗 所以生下来的时候 他就没有把摩西杀死 他也让摩西的父母亲想到 怎么样保存他的孩子 所以他就把这个摩西存活下来 又安排了法老的女儿 看上了摩西的孩子 你知道这一连串的 巧合 是要把摩西送到埃及的王宫里面去 目的只是为了这样 结果法老的女儿 一看见摩西就喜欢 就把他当成自己的儿子来收养 那我不知道 他是不是没有生孩子 或者他没有结婚 他想要孩子 他不想结婚 我不知道 总之他可能 没有自己的孩子 因为他有自己的孩子 就不容易喜欢别人的孩子 对不对 第一 第二 但有了孩子你就知道 有了孩子是在一个disaster 对不对 非常大的灾难 他内容里死了 所以他就看着 孩子 抱来吧 我 我就来养他吧 他就养了这个孩子 一养就养了40年了 摩西在宫中里面学很多的东西 这个是神对摩西的安排 神要见着摩西来完成他的工作 神会安排一切的事情 你说那我也要做摩西 我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这样想 你千万不要做别人 你做你自己就好 每一个人都想说 我如果做他就好了 我告诉你 如果他这么好做的话就好了 别让他想陷入做你了 你听得懂 当你在受苦的时候 都觉得别人比较好 你千万不要羡慕摩西 神安排摩西 有他特别的一个方法 让他进到埃及的宫中 神并不是随机做这件事情 神是有计划做这件事情 我在讲你 你要知道 我不是讲摩西 神是有计划做这件事情 神不是随机做的 我们都知道 摩西的年龄大概混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40年 他所要面对的 所要学习的 跟第二个阶段的40年 他所要面对的 所要学习的 跟第三个阶段的40年 他所要面对的 所要学习的完全不同 既然神在摩西出生之前 最有计划 神一定有许多的安排 有许多的预备 这个不是我们可以想 因为今天我们不要反省说圣经 我就告诉你们 圣经上 记载了非常多摩西的事情 什么时候最早记载摩西呢 在《望世纪》15章13节就记载了 如果你圣经翻得慢 你可以翻得慢 我讲给你听 《望世纪》15章13节 那个时候据摩西出生 还一段神长的年日几百年了 可是神就计划摩西的事情 圣经上记载 耶和华神就对亚伯拉罕说 说什么呢 说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要寄居在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个地的人苦待他们400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一国 我惩罚他们的时候 他们出来就带很多的财务出来 请问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啊 摩西嘛 几百年前神就跟亚伯拉罕说 你的后裔要进到埃及去 以后有人要把他带出来 这就是摩西最早的记载 还没有出这么几百年前 神就预告了 我再说 因为他是神所要重用的 所以神让我们知道 他这样 我们也是神所重用的 我们虽然不知道 可是神已经做了 你不知道而已 你不知道并不代表这件事情 事实上让我们看到 神每次都这样做事情的 以后 就发现他们真的进到埃及去 补带他们400年以后 摩西带他们出来 神有计划 神就有一个人要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所以神不是没有计划在摩西的身上 你看到后来你就知道 神真实的计划让摩西 把神的工作完成 神不知道随便一个人 神可以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告诉各位 你猜摩西的第一阶段 在宫中 第二阶段在旷野 第三阶段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请问哪一个阶段 最痛苦 我问你 蛤? 蛤?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你不知道 一个人 求学是很辛苦的 学习 一个人 平凡当中没什么表现 也很辛苦 你不要看 我告诉你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那一百多万人叫做乌子而之中 我每次看到摩西在你这边出埃及 我就非常感谢主 我不是摩西 我就非常感谢主 我是临身难路的传道人 因为你们比那些人少多了 即便如此 我们还是满身大汗 常常晚上睡不着觉 你听得懂吗? 我就心想说 摩西怎么活得下去 可是神不是马上让摩西 弄到困难 神有装备他 神要帮助他 神让他经过第一个知识年 第二个知识年 然后他有能力带出来 所以神借着人要完成他的工作 神借着摩西要完成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工作 你会说 那是很伟大的事情 所以神有计划 但是我呢 现在的弟兄姐妹 你说我不过是小小的弟兄姐妹 神对我有计划吗? 我要完成什么工作呢? 我告诉你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神要叫你完成什么工作 我都不知道 谁要带领我完成什么工作 我怎么会知道你的啊? 可是我肯定你知道一件事情 神要让我们每一个人 成就他在我们身上成就的 我以后陆陆续讲 我以后陆陆续讲 我要把这个道理讲得清楚 让你明白 神造我们每一个人 他特别的目的 我们即使现在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神要在哪一件事情上面 问我们 我们不知道 可是神有这样的目的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知道 是我们共同 所有的人有个共同的目的 就是神听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做的 就是引领别人归向基督 这是我每一个人都要做的 每一个人 你不是例外 每一个人都要做的一件事情 是共同的 就是我们必须引领别人相信耶稣 因为我们是别人引领来的 对不对 我不知道 你以为别的目的 我不知道 那你一定有 神是我不知道 可是我们的共同的目的 就是我们要带领别人 来到上帝的面前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完成 神所给我们的最少那个工作 就是神带领人归向 就是带领人归向神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家人 我们会 我们为什么有朋友 我们为什么有邻居 我们有同事 神把那些人放在我们周遭 是要借着我们完成的那个工作 这是我们共同的 可至于你个别的我不知道 那那那那那那你会知道 神要你做哪一件事情 我知道的事情是 你所要做的 跟我所要做的不一样 因为圣经上看到 摩西所做的跟大卫所做的 就不一样 大卫所做的跟所罗门所做的 就不一样 以赛亚跟以利亚 只差一个字 就是不一样 神让他们做不一样的事情 奥古斯丁跟马丁路德 做不一样的事情 同样的 神借着你跟借着我 做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第一 我们要知道 神有计划 神借着人完成他的工作 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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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对我们的计划是 神借着人成为别人的祝福 请你写下来 我们是因为让别人蒙福而被造 如同 我们从别人承受 灯点和福气一样 我们是为了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造了我们 神也计划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神不仅借着摩西完成 他带领以色列的工作 神也借着摩西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说摩西成为谁的祝福 几个祝福 第一个 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 对以色列人来说 请问摩西是他们的祝福 是不是 是 因为埃及那边很痛苦 很痛苦 他们不仅做砖 他们要把草做成砖 后来不给他们草 也叫他们做砖 你听个懂吗 起先是给他们草 叫他们做砖 后来不给他们草 叫他们自己做砖 就是草要自己去找 越来越痛苦的生活 神把他们 神借着摩西把他们救出来 就是给他们的福气 不仅如此 而且神借着摩西 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因为摩西这个敬会神的人 神给他很大的恩典 40年在旷野 这些以色列人 他们没有缺吃的 注意听 40年的旷野 你没有去过旷野 你不知道什么叫旷野 没有缺吃的 100万人在旷野 你知道那西乃半岛都是沙漠 西乃半岛只有最下面 有一点点的富裕的地方 上面都是沙漠 他们没有缺穿的 他们没有缺用的 圣经上说 他们40年 他们脚上所穿的鞋 没有穿破 你的鞋子可以穿几年 我问你 这个不是神借着摩西 给他们的祝福吗 不是他说他们祝福吗 而且白天天气非常的炎热 圣经上说用云柱来引导他们 你知道吗 天气热怎么样用云柱 你知道吗 你们坐在飞机上的时候 有时候飞机上 看下面的人觉得说 有一块地方特别暗 有没有 请问这是什么东西啊 但是云遮的时候 旁边都很亮 有没有 如果你在飞机上 你看到什么好玩的一件事情啊 有一块地方特别暗 云柱是什么 云柱是这样子 以色列他们不需要走到云柱以外的地方太热了 所以神用云就照住那个上面的那个紫外星的太亮 你说为什么要这样呢 我们不是需要蓝天吗 那是因为你在台湾所以你需要蓝天 你到以色列你不需要蓝天的 热死你我告诉你 在那种地方因为干燥的关系不传导 不对流 所以你在凉的地方就是凉的 只要没有阳光就凉 你一睡的阳光就热 很奇怪 因为它不太流通 它那个风不太不太不太动 所以你就感觉很奇怪 台湾因为是湿 所以要传导很厉害 所以你在室内也没有特别凉 到室外也没有特别热 因为湿的关系 热的不是这样子 好了 到了晚上 非常的寒冷 沙漠的地方 一下子下降到几十度 请问晚上用什么来引导他们呢 火柱那你跟着摩西才有的 那不是给以色列人的祝福吗 不仅神让他们当时有这个祝福 等我们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 这是尸体凡讲话的时候 尸体凡讲话 神借着摩西其实在帮助尸体凡 你知道吗 神借着摩西在神借着尸体凡 在叙述摩西的时候 其实尸体凡知道 我不知道我现在刚刚没了什么事情 因为他快要被石头打死了 可是他说没有关系 因为神的计划就是这样 我顺神的计划做 神就把福分赐给我 所以摩西也给尸体凡恩典了 对不对 摩西也给尸体凡好处 到了希伯来斯的时候 希伯来斯11章24到28节 希伯来斯的作者 借着写希伯来斯 给读希伯来斯的作者 读者生命的好处 他的祝福 今天如果你我 因着这一篇的信息 我们的生命改变 请问摩西有没有成为我们的祝福 有还没有 有所以摩西成为别人的祝福 你说这是摩西 那我怎么成为别人的祝福呢 我成为谁的祝福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好像今天有许多的同工要就职一样 他就职这一年当中 他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告诉你 他们的服事你看不见 他们的服事你有享受到 可是你却不知道 我常常因为我知道大陆人的服事 我常常觉得很多人来这边 被别人服事的时候 他从来没有感觉了 你知道吗 你那时候这个花都不是自己打出来的 对不对 会有人来擦的 每个礼拜用花就在这边擦花 你知道是谁擦的吗 你不知道吗 对不对 少数人知道 大陆人不知道 你知道谁在管影响吗 你知道我们教会 第一堂的网 讲到的那个影响已经上网了 线上直播已经上去了 第一堂已经上去了 第二堂要今天晚上才会上去 你知道有人在做这个工作吗 我知道我们今天 我们在收看我们这个节目 有一个人从Miami写信给我们 他怎么说呢 他说李长老 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教会是这样做 他们 我们这边上网的时候 把我们的那个讲道贴上去的时候 让他们在上面直接看的时候呢 是今天早上的九点钟 今天早上的九点钟 是Miami的昨天晚上九点钟 你一定会懂吗 所以现在 可能我们 在美国的那个完全不认识的那一个家庭呢 已经在看我们教会的网了 已经在看我们教会的敬拜了 他说他都是礼拜六先敬拜完才睡觉了 你听得懂吗 因为他礼拜六晚上 我们是礼拜天早上了 我们网民签上去了 他安排到礼拜天 他就先享受下一个礼拜天就是明天早上主日敬拜 你以为我们讲道完了就自终跑上去 你策略同工在那边负责吗 所以你已经成为别人的祝福了 他每次写信来告诉我 他就说要请你要替我谢谢那个网页的同工 他说我从来不认得他们 他说可不可以把他们的相片贴到网上面去 让我们看一看 我们为他们感谢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知道是谁啊 我就在想说那个不认识我们教会的 那个不是我们教会里面的 都感谢我们的同工 我们当时很多天我们也不知道我们 我们在做什么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可以成为别人很多的祝福的 你说那怎么办 我在家里没有服侍没有关系 你可以成为你办公室同事的祝福 借着上天的爱 借着神见的恩典去服侍他 别人因着我们得到祝福 在你的家里 神可以因着你祝福你的家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家里人虽然不是全部都信主了 但是因为你是基督主的生命 你的改变 你爱他们 你服侍他们 你孝顺父母 你有爱兄弟姐妹 你善待你的配偶 你好好的养育你的儿女 他们就因你得到福气 神有计划 神借着你成为别人的祝福 所以神借着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这个是神的计划 我刚才讲的是神的部分 对不对 神借着我们完成神的工作 神借着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第二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要回应 你看第二点 人要回应 神对我们是有计划的 但一个人一定要回应 才能完成神的计划 你不回应怎么完成神的计划呢 我们要从摩西的生平当中 提到人要回应三件事 人有三件事要回应 那今天 你要记得三件事来回应神 第一 人要在装备中坚持 请你写下来 装备 装备 人要在装备中坚持 人如何回应上帝对我们的计划呢 第一个就是人要在装备当中坚持 好写完了 我们读20到22节 我们一起读20到22节 我们一起来读 预备 行 那时摩西生下来 俊美非凡 在他父亲家里抚养了三个月 他被丢弃的时候 法老的女儿拾了去 养为自己的儿子 摩西学了埃及人 一切学问 说话 行事 都有才能 这是个非常简单的描述 只有三节 讲到摩西前40岁 我为什么选这一段 因为这段比较少 如果你要看摩西 你可以读摩西 在 出埃及记 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 到摩西是怎么样的情况 所以讲到摩西40岁以前的状况 如果我们就读出埃及机会更完整 这一边我们强调第22节 22节 所以说摩西学了埃及人的一切询问 说话形式都有什么 都有才能 都有才能 埃及在当时是文化的地方 是国家制度最完整的地方 甚至我们从遗留下来的金字卡 可以知道一件事情 当时他们是全世界最文明 科技算术都是最好的地方 他们的组织很完整 所以他们才能够做这么伟大的建筑物 圣经上说 摩西学了埃及的一切的询问 说话形式都有才能 不仅如此 他的法老女儿的儿子 他有机会做法老的 他有机会做法老的 所以在他前40年 他非常努力的学习 我不知道是他自己很努力 还是被他的妈妈逼得很努力 但是无论如何 结果是他学了埃及公众一切的学问 圣经上祈祷 摩西40岁以前 什么事情 什么事情 学习 学习 40岁前他都在学习 事实上 人要回应神的他的计划 有一件事情 就是要好好的学习 好好的装备自己 我们一生都在装备 摩西不只是在前40年 好好的装备 可是装备的时候 通常在我们年幼 过年轻的时候 在装备当中坚持 亲爱的弟兄姐妹 当你还有学习的机会 你就好好的学习 我们都知道 学习跟装备 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在装备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也觉得很辛苦 请问辛苦不辛苦 辛苦不辛苦 等一下我要找一个人 来做健身 学习当中很辛苦的 学习当中 我们没有什么变化 对不对 我们很多做学生的 我问你 读书的时候很快乐 很happy 每一个科目一吸收进来 觉得自己 哇 懂这么多很高兴 有没有众人 我告诉你 10个每一个 100个每一个 我们都是被人家逼的 对不对 拼命读 拼命读 老师教我读 学生教我读 我们没有太多的变化 我们没有太多的激情 我们没有太多的使命 让我们达成 我们就是学习 学习 学习 一直花时间 一直了解 一直花时间 我们可能一直都在装备 我们可能 很多时候都在装备 可是我们年幼的时候 我们特别拿来装备 我们在这个阶段 你们要花时间来装备自己 能够翻新的装备 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虽然我们在读书的时候 不像现在 现在都要打工 对不对 你知道我在读书的阶段 我不打工的 因为我爸爸妈妈跟我说 叫我好好读书 以后我做老师 以后我在专科 需要教书 我在大学教书 我就跟学生说 只要你爸爸妈妈肯供应你 你能不打工 就干脆不要打工好了 他问我为什么 所以好好读书了 你要知道 你毕业就没有机会读书了 你要知道这件事情 你不见台北 有很多机会读书吗 所以我以前花很多的时间读书 为什么 因为我心里想说 将来毕业 还没有时间读书 可是感谢主 毕业的时候 要不要读书 是自己的事情 对不对 你连叫你全心读书 你都不肯了 你也指望你将来 边做边读 很少的 很少的 所以我在大学的时候 研究所实际上 我从来没有 我从来不打工的 我就专心的读书 为什么 因为专心的装备很不容易 很文雅 很枯燥 很乏味 可是专心的装备 是很好的一件事情 所以摩西前40年 圣经大使 这一件事 你听得懂吗 所以如果你要回应神 人要在装备中坚持 第二 人要在平淡中坚持 请你写下来 这个词词道才厉害 平淡请你写下来 因为我就不知道想了多久 祷告了多久 才想到这两个词 人要在平淡中坚持 二十三到二十九节 我们轮流来念 请 姐妹先读二十三节 弟兄读二十四节 我们轮流 姐妹 先读二十三 请 到了那里 见他们一个人受冤屈 就护辟他 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 打死那埃及人 第二天遇见两个以色列人争斗 就劝他们舍目说 你们二位是地中 为什么彼此欺负呢 难道你要杀我 像昨天杀那埃及人吗 这里提到摩西四十岁以后 就逃到米淀 荒野去 在这里生活了四十年 这里提到摩西的一些个性 对不对 你们看到摩西的个性 你们看到摩西一些遭遇 对不对 我告诉你 这些都在什么计划里面 也就是说 神为了要让摩西 往后的第二个四十年 要在平淡中坚持 所以 他就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相信摩西对他有点后悔 他不应该这样做的 可是因为这些事情 也在神的计划 跟管理里面 他就跑到 米淀的旷野四十年的时间 我告诉各位 这就是摩西非常重要 摩西将来要带以以德烈的出埃及 他除了有宫中的所有学问之外 他需要在平淡当中来学习 他需要平淡当中去学 因为摩西形式 说话都有才能 他是因为埃及一切的学问 如果有一个人有这么高的学问 说话形式都有才能 他一定不可一试 同意不同意 一定不可一试 他懂这么多 事实上我们从摩西 会逃到米淀的旷野 就是因为这个缘故 他去排解人 对不对 你看得出来他是这种人 他很热情 他看到很受冤屈 他就打死埃及人 然后他又路见不平 拔刀相助 就去帮助这两个 你们两个干嘛吵架 我们同族的人 你们为什么这样 我们知道他除了热情 跟热情之外 他一定认为自己是对的 对不对 他讲起来理直气壮 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是他可能是对的 他可能是对的 可是一个人如果一直认为 他是对的 就一定要坚持 让所有的人跟随他 他就做不成带领以色列人 出埃及的领袖 听得懂吗 如果一个人 他觉得他一定对 他就一定要推行到底 我告诉你 他不是领袖 领袖一定要让人跟得上 跟不上你 你又不是领袖 你只是个往前走的人 你可能是个训道者 你不会是领袖的 因为领袖有 Follower 对不对 你连没有人跟随你 你所说什么领袖呢 领袖是一个人领 很多人跟 你说我就是对 我不管三七二十 我不等人 我就走了 这就是摩西本来 他40岁 他学习埃及共同所有人的学问 他就把人打死了 他就说你为什么这样做 他认为自己对了 所以让他惹祸上身 以后他在旷野40年的时间 其实能对付他的这个部分 让他知道 你都对 你都对不一定能够把事情做完 亲爱的弟兄姐妹 对的人就能够把事情做完吗 老禅游记里面说一件事情 天下是坏在坏人手上十之二三 天下是坏在少人手上十之七八 怎么这样 你听得懂吗 我对吗 所以你一定要跟从我吗 我告诉你 对的人所下的错误的决策 比错的人所犯的错误还要严重 因为他要坚持道理 所以摩西就被带到旷野去了 人怎么样回应上帝的计划呢 就是当人在平淡当中 他需要坚持 摩西四十年在平淡当中度过 我们有理由相信 当人要顺服神的计划的时候 人要随应神的计划的时候 在平淡的生活当中他要坚持下去 平淡的生活当中 我告诉你平淡的生活不好坚持的 对不对 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家庭祖父 我问你家庭祖父的生活很丰富 对不对 等等 很丰富啦 一样的东西对不对 一样的东西就比较丰富 很平淡 很忙碌 都做一样的事情 我们当中一定有许多人生活在某一个阶段 会重复一直做一件 你看起来不太有意义的事情 就一直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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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神让你学习在平淡当中坚持 你能不能在平淡当中坚持 或者你因为你每一天所做的事情都是一样的 你快把你自去磨光了 可是你要坚持 因为神在当中要磨练你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医生 你知道很多人很羡慕做医生的 可是我常常跟医生有些来往 跟他们有些交通 跟他们有些交换意见 你知道 医生成为很多人的祝福 对病人而言 医生真是巧妙 他知道我病人在哪里 对不对 然后给我给药 我马上就好了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对医生而言 每一个病人 都差不多 都差不多 家庭医 医学的坐在那边 对不对 嘴巴张开 好 来 来 听 昨天咳嗽几次 咳嗽会哪里痛 每天都问一样的东西 你觉得很好玩是不是 你去问那些医生 看他好不好玩 烦都烦死了 而且 每一个病人还有很多自己的想法 是不是 该吃药的不肯吃药 不应该吃药的拼命要吃药 有没有这种人 多的狠 医生在这当中很幸福 带来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我常常想家庭主妇 跟医生有什么差别 Makes no difference 真的 问题是你能不能在平淡中坚持 你能不能坚持 我就要这样做 我就应该这样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家庭主妇最大的难处就是什么 就是花了 好不容易把家里整理好了 对不对 第二天呢 再来一次 对不对 你说再来5次就好了 他来一个12年 你感觉怎么样 对于一个带孩子长大的妈妈 5年 6年 8年 12年 他每天都在平凡的里面 每天都在平淡的里面 我问你 他所得的是什么 他如果不能在平淡当中坚持 他就得不到这个后果 所以在平淡当中坚持是很重要的 每天都一模一样 你会感觉很奴隶 你会感觉很无量 你会感觉很枯燥 但是不要忘了 神要完成他的计划 有一件事情就是 要你在平淡当中坚持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 你现在在平淡当中 请你坚持下去 请你坚持下去 因为神要给你什么使命 我不知道 神要给你什么使命我不知道 不要忘了 神对我们完成他的计划 有时候把我们放在平淡当中 把我们放在枯燥的里面 让我们觉得自己没有办法 让我们觉得自己一无是处 我们在平淡当中 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 我们觉得我们耐力被消磨光的时候 你请你想起摩西 摩西四年在矿泥都一样的事情 几乎每天都一样 天气是一样的 不像我们台湾情食多饮偶振雨 没这种事情 在台湾天气很多的变化在那边没有 白天是一样的热 晚上是一样的冷 风大的时候 路都看不见 你们有没有听过沙尘暴 这种地方就是有沙尘暴的地方 你们知不知道晴空断里的时候热的半死 当黄沙遍布的时候什么都看不见 这就是摩西生活的环境 你四十年 四十年 他每天都一样的事情 就是把小羊养成中羊 中羊养成大羊 大羊生出小羊 大羊变成老羊 小羊又养成中羊 中羊又变成大羊 大羊又生出小羊 然后大羊又变成老羊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我问你四十年要做什么 坚持 坚持在平淡当中坚持 所以 当你碰到平淡的时候 当你碰到枯燥的时候 你千万不要灰心 因为神正要在你身上做大事 神正要在你身上做祈福 我再说 下一个阶段想让你做什么 我不知道 可是这一段你一定要坚持 我要请叶光舟弟兄来分享 神在他身上 他有几年的时间 做一些他不可思议的事情 我们把时间交给叶光舟弟兄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光舟 我今天还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花了八次 考上律师的一个经验 考上律师 可能有人考一次两次 但是上帝很怜悯 叫我考上八次 在一刚开始 坦白说我在念大学的时候 我的重点是放在 体验台北市生活 因为我从高雄来的 还有累积被女孩子拒绝的次数 在这两个方面 所以对法律 我不是太有兴趣 因为经历都放在这两个方面 但是我觉得法律很有趣 就是律师这个行业 好像是一个 可以跟人家吵架 又可以拿钱的工作 所以我对律师很有兴趣 但是 没有花时间在这上面 当兵的时候 在金玉当兵 体验到说法律还蛮有趣的 也是退伍以后就决定走这一条路 但是刚开始 相当辛苦 因为没有基辅 特别是刚开始 只有能当中游的员工 只能加入中游 就是中华民国 无业游民总会 担任他的员工 这个时候很难跟他介绍 你现在在做什么 我是中游 我在中游上班 只能这样讲 那刚开始考试非常惨 我第一年 我记得我有一科考23分 我们每一科都四题 一题0分 一题5分 另外一题7分8分 我是这样的程度考上来 在第二年的考试压力 比第一年更大 改静神在我硕士班 最后一个考试的时候 我听到旁边有天使在报家音 他们听 用很小声的声音在拆题 不知道为什么被我听到了 听到了以后 我就没办法 就只能看这几题 没想到一进去 一班就考这几题 但是我都没有办法 在我以后的同学上 碰到这些天使 跟他们道歉 不知道为什么 进了硕士班以后 这个时候是最有时间 精力来准备考试 但是我也在这时候 以前成步不好 但这时候觉得好像有一点点了 人就开始台语讲轻疼 就嚣张起来了 就觉得说自己好像会好上 但是感谢神 第一年没上 第二年没上 第三年还是没上 这个时候 我念 我有一个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照三餐读圣经 一点把圣经 放在我研究室的桌子上 因为我觉得这样 可能可以跟上帝 多讨一点智慧 帮助我 我读经的习惯是从年初 有旧约一直读下来 很奇怪 这三年有一个现象 觉得到早前我都读到约伯记 第一年约伯 第二年约伯 第三年我决定了 我要把读经的顺序拆开 旧约跟新约分开念 我想我第四年不会再碰到约伯了 再考前 感谢神 他第四年没有让我考上律师 让我考上一个 我不是很愿意考的 叫公务人员法治高跑 在座如果各位长辈是公务人员 请原谅我 我的公务人员不是很有好感 你如果找的 找的事是他要做的话 你要拜托他 你如果找的事不是他要做的话 帮你转电话转到哪里 你都不知道 这是我对公务员一个基本的 粗浅的第一印象 不是很好 你想到上帝让我求了四年 还更改读经顺序 竟然让我去当公务员 当公务员刚开始 我在银行上班 没有赔太多钱 只有赔五百块 然后上了一年以后 上帝带领我到我们教会旁边 全国最高行政机关 在行政院上班 那时候的我已经是 硕士资格而且高考及格 在行政院做什么 我有一个简单的千层 十几行一个A4的 大概是这样 十几行 被退了七次 每天都在改公文的标点符号 用字用语 有一段时间 我到行政院一个小房间 去盖章 行政院的公文都要盖硬性 从小章到一个 比总统府还小的那个官印 我每天就在那里盖章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我的理想怎么离我这么远 我这样努力几年 就来这里盖这个章 还有每天 我的公文永远会被人家挑出毛病 我这一辈子难道就这样了吗 感谢神 那个时候 有一个圣经的经文就跑到我的心里面 但是台语圣经在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六集 他说 重伤的是灵敏毓别人的就是兄弟 国语圣经 好像总是安慰 卑微的人就是上帝 我每次讲到这一节经文就马上得到安慰 上帝也调整我 让我 在那个环境里面 努力去把标点符号搞清楚 努力把印章盖好 我想把印章 而且我觉得真的上帝站在我旁边 看我盖印章 在上班的时候要继续准备考试 比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困难 因为时间精力都有限 但是我还是继续考 考到第六次落榜的时候 连我家人都说不要考了 他们也受不了了 到了第七次落榜的时候 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害怕 害怕说这一切是不是 我自己自破自受 上帝说站在你旁边 这是你的我不负责 我第一次感到害怕 于是第八年我就没有考 刚好那年结婚 度完蜜月回来 考试报名日期过了 太好了感谢主 他关上我所有的门 但是我觉得上帝很奇妙 我常常到后来 本来有一些弟兄姐妹 我很怕人家问我说 你今年还要不要考啊 我就说要啊 刚开始的时候很怕人家问这个问题 到最后我都会说谢谢你的关心 心里也不会咒骂人家 刚开始会心里会 但是后来真的就谢谢他们的关心 因为我确认其实不是不甘心 是上帝把一个热情 对法律的热情放在我的心里 不然坦白说每年考同样的东西 坦白说蛮无聊的 但是我觉得上帝是把一个热情放在我心里 但是第七年的时候特别奇怪 他明明放热情 但是又把所有的门关起来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就是你在隧道里面走 看不到出口 我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这样 特别是错过报名日期 我想对了就不要再考了 我们就离开这条路 反正上班里上的还不错 但是第八年有一个传道人 介绍我太太给我的传道人 他知道我的困难 他来跟我说人生苦短 我们应该用最大的热情来追求理想 不然你去见上帝的时候 你可能会后悔 那我太太她也一直跟我说 她说哎呀没有考没关系啦 但是她又觉得说 我如果不去考 可能名额就让给人家 因为我太太很了解我的个性 她用这样的方式来激我 在2003年就是去年 我所有参加过的法律的考试 没有一次就考上没有 但是在年初上帝让我第一次考上博士班 我就吓一跳 怎么有可能 到后来我太太的鼓励之下 她又让我在去年通过律师考试 这一路走来 我有几个观点要跟各位弟兄前面报告 第一个就是神的道路 高过神的道路 照我的想法 我希望第一年就考上了 但是上帝把我拖了八年 他让我在这八年里面学习做小事 做鄙视 我自己认为的小事跟鄙视 但是在这些事里面学习只跟他同工 因为没有人会跟你同工 你在做大事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在你旁边 可是你做小事或彼此的时候 只有上帝在你旁边 感谢神在这么多年里面 就借着这些小小的事 感觉到上帝真的在你旁边 安慰你 扶持你 扶持我了 也感谢他给我一个热情 继续追求下去 继续追求下去 不是不甘心 我如果不甘心 我可能会变态 但是不是 大家觉得我还没有变态 所以真正能在最后第八次考上的时候 可以感谢神 不是说感谢神 不是真的是觉得 这个不是我的能力能及的 如果刚开始考上 我会说我真厉害 但是到最后我就觉得 不是完全不是 我已经快放弃了 已经放弃了 已经放弃了 但是他还赏识给我这个 所以感谢上帝让我体验到他的开阔跟丰富 还有我自己的卑微跟软弱 弟兄姐妹 如果你们常常失败 或者你觉得很卑微 其实没关系 可以跟我聊一下 谢谢 听完他的见证 你有没有觉得在平凡当中坚持非常重要 在平淡当中 跟神的认识肯定比你在前四十年 学埃及宫中所有学问的时候 更认识神 更认识神 第三 人要在使命中坚持 请你写下来 使命中坚持 我们来看到第三个回应 第三个回应 人第三个回应就是 人要在使命当中坚持 人要在使命当中坚持 30到36节这里讲到 最后的40年 摩西到底怎么度过的 这一段圣经提到摩西最后的40年 神要他在使命中坚持 来回应神对他的计划 我们在这边看到神拣选摩西 在他80岁的时候 在他经过装备之后 在他经过平淡之后 神给他一个使命 他必须在往后的40年当中 来完成这一个使命 事实上我们知道 在摩西听到神的给他看到整个异象 看到整个方向之前 他并不知道神对他有这样的计划 对不对 你要知道 如果神先跟他说 我40年80年 就是为了后面的40年 我请问你 那个40年那个80年 容不容易度过 容不容易 容不容易 你们看法跟我不一样 请问 如果神先告诉他说 你是为了最后这个结果 所以给你第一个磨练 给你第二个磨练 请问第一个磨练 第二个磨练 比较容易还比较难 比较容易 因为你为了这个才预备的 对不对 如果神先跟光州说 第八年考试 你每一年都要去考 你每年都很用功 可是第八年就会考上 请问前七年苦不苦 就没那么苦了 你知道吗 他现在是没有看望 当我们在装备当中的时候 当我们在平淡当中的时候 你一会不知道你的使命 所以你很苦 可是神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 他不会先告诉我们 我们的使命是什么的 很少数人以外 神不会先告诉你 他要你做什么的 他要你先坚持 先学会在装备中坚持 先学会在平淡中坚持 神没有先告诉我们摩西 我将来要把一个很大的困难 很大的使命托付你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现在是个学生吗 你现在必须在装备中坚持 你现在是一个家庭主妇吗 你必须在平淡中坚持 你一直在工作上觉得很吃力 很辛苦 你的老板对你要求很严格 天天改掉点符号 或者你的工作很 虽然很显特 可是你一直掉在一个泥吊里面 你很困难 你要在平淡当中坚持下去 你在一个稚气被消磨的环境里面 或者你的身体一直好不起来 在当中坚持 你要知道神可能在另外一个阶段要使用你 你怎么知道神不会呢 我相信摩提到七十岁了 他想说 关在这里三十五年了 我还能怎么样呢 当神输召摩提的时候 摩提的想都没有想到 他八十岁人生才开始 因为后面四十年他要带你这里刷一起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不知道你现在几岁 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一个里面 可是神可能在最后一个阶段要让你学习 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的 你不知道你的使命是什么 你有非常重要的使命 你不知道 所以你现在在吃力的里面 你终于不知道的 弟兄姐妹 当我听到光州的见证的时候 你知道天天在盖印章的感觉是什么 我告诉你 你这时候出去都没有你的名字 对不对 天天盖印章 天天改的东西 你改的东西 做最后出去的文都不是你发的 对不对 这是别人的名字 都是行政院长的名字 法务部长的名字 你的名字都不在上面了 你做了个半死成全别人 在平淡当中坚持 因为你不知道什么是神法使命建立 所以弟兄姐妹 在使命当中坚持 是我们回应的最后一项 神 给他一个很清楚的使命 他就必须去完成那个使命 今天我们在这边就职的弟兄姐妹 要完成一年的使命 他们在这一年当中要 托付神所托付给他们的 他们可能过去在教会服事很久了 可是这一年 他要完成神给他的托付这一年 那有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 已经知道神给你的使命了 有一些同工 有一些弟兄姐妹 已经知道神在你有生之内 要你做什么了 你应该在你的使命当中坚持 你继续做下去 我告诉各位使命一定有挑战 使命一定有困难 否则他不是第三阶段 他一定比平淡困难 他一定比装备困难 因为使命很辛苦 我知道装备很辛苦 平淡当中也很无趣 但是使命给我们 我们好像有目标 好像有动力 可是你要知道 有很大的困难跟挑战 许多人在装备当中就不能坚持下去 许多人在平淡当中不能坚持下去 可是更多人在使命当中爬不起来 被打倒了 被打倒了 所以使命 当我们装备好之后 当我们有了平淡的生活之后 我们要在使命当中坚持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摩西的医生 神明他有计划 但是他要有回应 第一个阶段他好好地学 第二个阶段 他守住在米淀旷野的平淡生活 第三阶段 神明他有一个使命 他就坚持把它做出来 对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不一定是按照这一个顺序的 因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学习 平淡 还有使命是交互出现的 交互出现的 有的时候先这个 有的时候后那个 顺序通常是这样 但是有大大小小不同的平淡 跟坚持 跟使命 跟这个学习会交互出现的 无论怎么样 你在任何一个环境里面 你要相信 在这个环境当中 神对你有特别特别的意义 你在装备当中你感谢神 你在平淡当中你感谢神 你得到使命了 你要感谢神 无论任何一个情况之下 在任何一种年日 神托付给我们的那个阶段 我们应当这样做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我的存在不是偶然的 我相信神 在一个很合适的时机 让我们知道 我们应当做什么 我们就来祷告 我们就来祷告 天父我们向你现场感谢 借着摩西 我们看见你使用它 我们也深深的相信 你装备摩西 不仅给它 你也是要 觉得我们这些后世的人 很清楚的知道 你到底要 我们活在世上做什么 我们谢谢主使用摩西 我们谢谢主使用大卫 我们谢谢主使用保罗 我们现在要向你现场感谢 因为你同样要使用我们 我们为我们每一个人 在你的面前现场感谢 求你帮助我们 求你带领我们 求你引导我们 我现在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 为你自己祷告 你为你自己祷告 你向神说 谢谢你创造了我 你拯救了我 求你让我 下面你自己可以祷告 有一分钟的时间 建立为你自己 祝你听我每一个人的祷告 我盼望在装备当中 我们可以坚持 在平淡当中 我们可以坚持 在使命当中 我们可以坚持 如果无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 我们知道你不会错 你给我们的带领 就是最好 我们谢谢你的恩典 我们发布的天 信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成为我们的帮助 奉主耶稣基督的生命 阿们